非典型磷状细胞意义不明确 是什么意思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 朱克修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产科主人医师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 宫颈癌的筛查 现在是尤其咱们国家 提倡两岸筛查中 做的最多的一项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宫颈 做了一个宫颈刮片 在宫颈上拿了一个 小木线的刮了一下 刮完以后要么拿个刷子 刮完以后呢 涂了一个细胞 在人家这个病理学看的时候呢 发现它的细胞有齐形 有异形 有这种不能排除癌症的可能性 所以呢 有点心真实的一种表现 我们这个早期筛查 早期诊断里面就说是 我们一般正常的妇女 每一到两年 做一次妇科检查 做一次刮片 很有意义的 这个刮片最好好的就是 排除宫颈癌 如果一旦发现这种 有异常细胞的 我们就需要做一次活检 来进一步证实 到底有没有癌细胞出现 或者呢是 癌症病变的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